人手機不離身 沒電就靠行動電源 但你知道上了飛機 使用行動電源可能違規嗎 有 有 你那時候是為什麼要拿出來充電 手機沒電啊 不會 都沒有 因為手機本來就關機了 我就也不會用 有乘客4月25號搭虎航 從日本仙台回台灣 發現空服員在機尾工作空間 用手機看影片 還接上行動電源 大家看看虎航官網規定 客艙內使用電子用品 寫明編號IT機隊 禁用行動電源 因為過去曾有俄羅斯航空 有旅客疑似充電時 行動電源短路爆炸 機艙內冒火 濃煙密布嚇壞不少人 也有行動電源放在行李裡面 根本沒使用 也會突然起火 飛機的火 它這個悶燒情況下的話 它很快要引起個大火 會不一樣 然後之後因為它的顧慮 它的人員的訓練那些 它會有些差異性 針對行動電源能否在機上使用 各家航空規定不一 華航長榮沒有明定禁止 但不建議 庫航可以使用 虎航則是禁止 大家都清楚 行動電源不能託運 只能放在隨身行李 電信容量小於100瓦特小時 不限制攜帶數量 但如果超過160瓦特小時 則是禁止攜帶 對於有空服員違規使用行動電源 台灣虎航證實 確有此事會進行內部懲處 雖然民航局沒有明定行動電源使用規範 但尊重各航空公司規範 提醒民眾下回搭飛機前 先了解規定 避免惹出爭議 接著戰鬥雜虹 歡迎收看台北報導